大家看难道华航又出包了吗 这次是有民众拍到 上个月初有一架华航货机 在准备起飞的时候 左机翼却露出了大量的燃油 滑行了一段时间才紧急刹车 而消防车也赶来戒备 原来是排油帮普故障 不过华航有强调说 他们已经及时发现处理 而且这是第一次发生 也已经要求博音公司协助调查 上个月4号上午10点45分 这架华航77货机 正在停机坪上滑行 准备起飞 但这时候却有民众眼尖的发现 飞机左侧机翼 竟然露出大量燃油 民众紧张的半死 就怕会出意外起火燃烧 但飞机却依旧缓缓滑行 直到十多分钟之后才停下 也有消防车赶到警戒待命 这段漏油影片 被迫到网路上疯狂转载 再让华航飞安亮起红灯 那那一天 这个油箱里面有一个bump 出现了一个比较异常的状况 因此把油就打到了 那个安全排油的孔道里面 去排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机长 当然也发现了这个异常的讯号 后方的一家客机 也发现了这个排油的现象 立刻通知了塔台 因此在塔台的导引之下 就到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停机坪 所谓的漏油比较危险是 因为它的管路如果有在不知道的地方 在任何一个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它出现了破损漏洞 华航强调是排油而非漏油 飞机在高空中也可能排油减重 因此排油孔附近没有高温煞车片或发动机 会造成起火的危险 而且检修后两小时就重新起飞 不过华航也承认这是第一次发生排油帮谱故障 原因不明已经请波音公司协助调查 明星闻林家梅 卓青山台北报道